中國大陸這幾年經濟狀況不是非常的好 導致工業產能過剩的狀況也越來越嚴重 而現在美國就擔心大陸可能會在電動車 鋰電池鋼鐵這一些領域裡面 透過國際市場發動傾銷 甚至有可能開啟殺價流血戰 柬埔寨首都金邊即將打造一座跨河大橋 由陸資銀行提供貸款 上海建工集團打造 不過日經亞洲報導 大陸一帶一路投資趨於謹慎 2021年開始 陸方逐漸撤出柬埔寨首都機場的工程和資金 奪底基礎建設瀕臨爛尾狀態 大陸和遼國跨境中老鐵路 去年四月通車便利兩國經濟 早期為了解決產能和庫存過剩 大陸開始推動一帶一路 如今景氣遲緩又浮現產能過剩隱憂 就怕大陸趁機把鋼鐵 電動車 鋰電池等產品 向全球傾銷 美國高度戒備 世貿組織部長會議在阿布達比揭幕 路透社報導與大陸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會談時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直言 大陸鋼鐵產能過剩恐影響全球市場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美國官員談話 表示已警告大陸 若想透過國際市場傾銷商品 紓緩產能過剩壓力 美國和盟國不會做事不管 另外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也公布2023年中國世貿組織合規報告 指控大陸加入WTO 22年來 仍採取國家指揮非市場經濟作法 違背WTO規範和原則 一旦大陸在水泥 鋼鐵 石化等產業 發動殺價流血戰 勢必殲滅各國相關產業 正在巴西參加G20的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也將針對產能過剩問題 與大陸財長會談 防止外溢效應 對全球經濟造成威脅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大陸全國兩會將在3月4號登場 北京的維安現在也升級了 也就是進入北京的郵件快遞 都得要二次安檢 那麼另外呢 27號閉幕的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 通過了保守國家秘密法的修訂案 但是並沒有如外界預期的 公布新任的外交部長 而是隨後就由官媒來宣布了 消失很久的前任外交部長秦剛 辭去了天津人大代表的資格 替全國兩會做準備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八次會議26號起 一連兩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會議備受國際關注的是通過保守國家秘密法修訂案 趙樂際指出新修訂的保守國家秘密法 明確保密工作基本原則 進一步健全保密管理制度和監管措施 大陸新修訂的保守國家秘密法重點 包括進一步規範定密權限 工作秘密被納入考量重點 以及完善涉密人員離職管理 涉密人員離職後 單位機關必須展開保密教育 清除涉及機密的軟體文件 並實施脫密其管理 這段期間不得違反規定就業和出境 西方學者對此評論 大陸決策者還是把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 看得比促進經濟成長更重要 原先外界預期會議結束後 將公布新任外交部長 但最終沒有相關人事訊息 但從2023年6月就消失在公眾面前的 前外交部長秦剛 名字卻在會議後出現在官媒上 新華社報導 秦剛辭去全國人大代表職務 資格遭到終止 這是秦剛 繼2023年7月被免去外交部長 10月被免去國務委員職務後 最新的相關變動 外界評論 這消息似乎是官方有意對外澄清 秦剛身亡的傳聞 兩會時間進入倒數 北京為安升級 從26號起到兩會會議閉幕 進入北京的郵件快遞 將進行二次安檢 否則不得投递 此外官方也明定 會期間3月2號到13號 運載危險化學品車輛 但是我要先問敏鎮喔 這是剛剛我們在新聞裡面有看到說 秦剛他已經辭去了這個天津人大代表的角色 但是不是被罷免 而是被辭去 這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是大陸官方媒體新華社 他們是在昨天的時候公布 就是前外交部長秦剛 已經辭去了全國人大代表的職務 那麼針對這個消息 港媒星島日報是做出了進一步的分析 那文章是這樣寫的 秦剛人大代表資格終止 是被辭去 也就是辭職的意思 不是遭到罷免 那麼就有可能意味著 秦剛是平安的著陸的 因為如果是用辭職的話 那麼他可能就只是涉嫌嚴重的違紀 那如果官方今天的用詞是罷免的話 那麼就會涉嫌是嚴重的違法違紀 是多了違法這兩個字 那麼這兩個的性質就是有很大的不同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利也做了評論 他認為大陸高層他是允許秦剛自行請辭 也就是代表無論是秦剛他做了什麼錯誤的事情 但都沒有上升到被視為是犯罪的程度 所以這個學者認為說秦剛未來是不會被關的 而且還有可能是被允許保留黨職 之後可能還會根據他的情況 在被降職之後再賦予一些新的職務 是 像觀眾朋友這個郭士豪他就說 中國的官員跟名人都安靜的無影無蹤 然後我們剛剛看到這個觀眾朋友盧卡斯 他也有想要知道說 秦剛到底還存不存在這個世界上 明珍 秦剛還活著嗎 是 就大家都其實都會不斷討論秦剛有沒有活著 那麼我要先簡單介紹一下 為什麼秦剛他消失會引起這麼大的討論 首先出生於天津即將滿58歲的秦剛 他是在2021年7月的時候擔任的是駐美大使 那麼2022年底他是替代了王毅 接任了大陸的外長職務 2023年3月他又當選了國務委員 那麼他是當時是成為最年輕的中共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也是大陸半世紀以來最年輕的外交部長 被視為是習近平一手提拔的政治明星 但是就在2023年的6月 秦剛在和越南還有俄羅斯一些外交官 進行一些會面以後呢 他就消失在公眾的面前 然後接下來7月 他就被免去了外交部長的職務 這件事情都發生的非常的突然 而且他就是大起大落 那時候BBC就形容秦剛這個事情是 大陸政壇多年以來最意外的一件事 一個事件 這就是因為這個事情發生的很突然 然後大陸的官方他其實並沒有多做說明 所以就是會有很大的議論以及很大的討論 像華爾街日報就曾經說過 秦剛是因為在駐美期間他婚外傾 影響到了國家安全 所以遭到了免職 還有美國媒體政客他也發文說 秦剛是向西方洩漏了軍事的機密 所以他已經是被逮捕了 而且已經身亡了 不過這些訊息都是沒有經過證實的 所以現在大陸官方他是公告了 秦剛新的職務的變動 也就是會外界會跟著去討論 秦剛現在的身體是不是還很健康 也會去討論他是不是還活著 是的確其實大家會這麼多揣測 就像明正剛剛講 因為他消失很久 加上其實去年那個時候 很多中國官員都消失 或是就是辭職或是被免職等等的 所以大家會有很多的分析 那當然這一次秦剛又有一些新的動靜 當然大家也會引發討論 好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香港的房市非常的高 這個房價非常的高 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 上次其實國外有顧問機構報告 就顯示說如果香港人想要買房 一個家庭需要不吃不喝18年 才有機會在當地置產 但是香港房市現在是持續低迷的狀態 為了要刺激港府現在要撤銷打房措施 包含像是要住宅交易取消額外印花稅 買家印花稅跟新住宅印花稅 他們的財政司長就說 現在當前經濟下這一些印花稅的措施 感覺是已經不需要了 我們來看一下香港的房市 其實他們在2008年的時候房市開始出現上升 到了2010年的時候 港府就開始推行一些招式 希望可以遏止房價 但是到了2019年當時就是反送中的關係 政治因素所以開始衝擊了香港的房價跟房市 2022年房價也開始持續的跌落 那為了要救房市呢 我們來看到其實2021年到現在 房價已經跌了23% 那2023年他們就寄出印花稅減半的措施 看是不是可以挽救 到了2024年就完全全面的撤銷這一些 稅率的這個印花稅 所以我們想要請教敏珍 因為這個香港房價很高 過去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為什麼香港房市最近 這麼多年來都非常的低迷 那現在港府寄出的措施 他們想要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好這邊有一個數據 就是香港官方 他其實在27號的時候 是公佈了1月份的房價指數 跌到了306.4 是創下了2016年10月以來的新低 而且是比去年的12月下跌了1.6% 跌幅擴大 是連續第9個月的下跌 累積跌幅是達到了13.5% 也是從2003年發生SARS之後 20多年來最長的跌浪 那麼為什麼香港的房價會持續下跌 那麼綜合專家還有學者的分析 主要是受到市場情緒低迷 還有高利率和購物者觀望的影響 那麼讓房價還有交易量都是處在低位的 那麼現在港府是決定全面取消對房屋交易徵收的額外稅款 目的就是要什麼呢 就是要在短期之內 他希望是穩住民眾的信心 抵禦一些外圍的因素來造成市長疲弱的影響 同時他們也希望在長期呢 是加強對市場預期的引導 要避免悲觀的情緒是過分的放大 那麼會不會有效果 現在也是港媒有引述一家叫 麗家閣立場研究部主管陳海潮的評論 這個專家他認為 港府的新措施將會成為 三月份物業交投走勢的重要指標 他覺得是有可能帶動樓價的 而且會有逐漸的止跌回穩 可是如果想要看到經濟或者是股市 有復甦的情況 可能還要多等一點時間 整體而言他個人認為 如果要做到港股回升 跟擴大自由形的城市 刺激消費的話 那麼今年香港樓市的走勢 還不至於太悲觀 是因為其實本來疫情的時候 大家本來覺得說疫情過後 可能房價房市有望回穩 但現在看起來好像狀況還沒有那麼明朗 所以他們也祭出了一些措施 希望可以挽救 好那我們也非常謝謝敏珍 今天來到現場幫我們分析謝謝敏珍 好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 大陸電動車大廠比亞迪 他們持續現在用的是車海戰術來搶佔市場 除了推出非常低的低價 像是只要大約35萬台幣 就可以到手的油電車之外 他們還亮相了非常高價 740萬台幣的純電動超跑 而且近期也在全球五大車展之一的 瑞士的日內瓦秀出可以漂浮在水上的SUV 我們車的話基本上已經是浮起來了 開進深水區的SUV沒有直直往下沉 還能繼續前進甚至水中掉頭 配合強大的動力控制車輪滑轉 實現快速的掉頭上岸 車周圍的水花已經開始湧起來了 坐到SUV水上飄的是大陸電動車大廠 比亞迪的仰望U8 官方訊息介紹 這款車每個輪胎都配備四個電動馬達 能在車身一半以上泡水的情況中 車內保持30分鐘沒有明顯流動積水 開發應急浮水功能 是為了能夠在遭遇暴雨內澇 這些極端狀況的情況下 最大限度的保證用戶的安全 比亞迪帶著八款電動車在瑞士 日內瓦車展亮相 強調品牌將進一步在全球佈局 持續靠著車海戰術拓展市場 純電動超跑仰望U9 實測時速0到100公里 只要2.36秒 官方定價折合新台幣739萬 要挑戰動輒千萬的傳統超跑 同時比亞迪也沒放下 自己最拿手的中低階車型 入手門檻不算高 但它的配置還是比較豐富的 像什麼8英寸的夜景儀表 還有一個可選擇的通送品 插電式混合動力車 輕Plus DMI 售價只要新台幣35萬 大陸才上市一星期 訂單就超過兩萬三千輛 交出亮眼成績單 比亞迪低端到高端市場 都想一網打盡 不只壓得特斯拉喘不過氣 彭博報導 蘋果公司已經決定 集中資源在AI領域 取消推動10年的電動車研發計畫 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秒PO文 貼上敬禮家抽煙符號 顯然也感嘆造車很難 要打敗大陸車場更難 TVBS 張家寶 林明珠 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